台中晚上6點多 一處民宅發生火災 濃煙遮蔽整棟透天措 往上狂竄 火勢在半小時後就獲得控制 火勢不大 但燒掉的損失金額超驚能 起火地點是一間機車行 機車全部燒到只剩焦黑骨架 總共8台機車全速燒毀 其中一輛是要價200萬元的 杜卡迪V4重機 才買了一年多 偶爾還會下賽道 其他還有要價50多萬的 T-MAX560等昂貴重機 損失至少數百萬 超過了啦 過千了啦 我過了 離電池 離電修開 從頭這次有個修開 官網上不時分享自己的 杜卡迪重機和其他改車介紹 生意相當好 如今遭到駐籠 後續賠償 恐成問題 他們是選擇先把小孩子送走 大火串出時 店主第一時間只能搶救自己 親人和小孩 以來不及回頭撲滅火勢 只能眼睜睜看著大火 吞噬寶貴財產 記者黃翔夫王俊傑 陳志茂台中報導 L rol 5 2 5 2 3 4 4 2020 4 9 4